文章来源 林林 今天最大的好消息 A股成功突破3000点 不管是正向还是反向 正所谓深蹲起跳才能跳得更高 A股充分体现了中国优势 我认为针对美股市场 A股也毫不逊色 甚至有十大竞争力 一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A股用散户的钱给各大企业融资 有利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美股各大企业提倡分红给散户 把实体经济的钱投入到股市 这无异于黑白颠倒 是对实体经济的严重破坏 二 培养了人民的勤劳美德 美股多年来连续上涨 在美股中发财的人比比皆是 久而久之 培养了人们好意勿劳的恶习 反观A股 连年下挫 让无数投机分子居安思危 放弃在股市中暴富的思想 全身心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 三 肥水不留外人田 全球资本都能够无门槛投资美股 但是A股只有中国人才能玩 外资只占有少数份额 正所谓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中国多年来的发展机会 更多汇集自己人 中国人独享股价上涨 这叫肥水不留外人田 四 贯彻儒家思想 有公司在美股造假 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 但是在A股造假 仅仅罚酒三杯 这也体现到了宽柔并济 与人为善的儒家思想 相比于动辄罚款 我们更注重灵魂上的拯救 思想上的教育 五 给股民充分的上车机会 美国释放利好之后 美股就会连续上涨 根本不给股民上车的机会 但是反观A股 先给利好再进行下挫 这种战术深蹲 正是给了股民们 大好的上车机会 六 展现中国速度 美股笃信长线价值投资 巴菲特甚至说 自己不看K线 这简直荒谬 A股不注重长线投资 股民炒概念 炒热点 短期就会有回报 这就是中国速度 七 遍地都是发财的机会 美股市场自由度太高 美股可以双向交易 投资者可以做多 也可以做空 而A股只能单向交易 投资者只能做多 巴菲特曾说过 做空自己祖国的人 是永远不会发财的 以此来论 A股不能做空 所以A股遍地 都是发财的机会 八 让股民永保青春 炒美股 每一年都在上涨 每一年的点数变化都不一样 但是炒A股 可能你现在三千点 十年以后还是三千点 时光斗转星移 只有这里的物价不会上涨 让你永保青春 找回当初的感觉 九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每股消息保密做得太严 谁都没法得到 不利于让一部分知道 内幕消息的人先富起来 A股可能第一天莫名其妙地涨 而普通股民第二天才能知道消息 这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富带动后富 十 藏富于民 美国有很多企业都在积极回购 比如说那些科技巨头 动辄就花几千亿来回购 这简直是在利诱散户交掉筹码 A股的公司很少回购 回购的话也都是蜻蜓点水 这叫做藏富于民 把股票都放在散户手里 这样公司才能做强作大 时代在召唤 买入A股就是买入未来 嗯 就是这样